疫情的衝擊之下 生意大受影響 像是台南知名的阿唐賢州決定要休息半個月 高雄則是有一家老字號的江澤餐廳 打算關門近三個月的時間 老闆說因為這波疫情 他不知道何時可以看到終點 而連鎖餐廳的業者像是知名的旱來海港 也宣布下午茶暫停供應 觀光客鋪了個空 台南知名小吃阿唐賢州 週末假日整間店面空蕩蕩 鍋爐用具收得一乾二淨 怎麼會這樣呢 店門前貼上大大的紅紙 疫情關係暫停營業 六月一號再開門 一口氣休半個月 去年底閒州漲到兩百元的風波 也不見客人嚇跑 但在這波確診潮徹底重創 另外一家閒州名店阿翰 還在營業苦撐 但業績也已經殘剩一半 影響有一半的啦 人家都借了 不敢下來 誰敢下來 大家怕得要死啊 疫情嚇跑客人 老店貼紅紙暫時關門的 還有高雄這一間 高雄老四號江浙菜餐廳降育樓 因為疫情的衝擊呢 現在只能在門口貼上紅紙 宣布暫停營業 週末用餐時段 朱椅空蕩蕩 朱老闆打從母親節過後 就宣布暫停營業 曾經滿滿用餐人潮 如今卻是這副慘況 這波疫情衝擊 可讓店裡的業績 蕩到谷底 這剩下一兩成了啦 這間江浙菜餐廳 其實早在前年就因為疫情影響 開開關關 而現在更不樂觀 每開門一天就是不挺虧錢 母親節過了 根本沒有客人上門了 7月份能夠解封 我們就隨時恢復營業 可不止一般餐廳喊苦 連鎖企業也一樣 旱來海港自助餐 就宣布16號起到月底 暫停供應 平日的下午茶時段 做餐飲的最怕沒客人 但疫情肆虐下 業者們也只能調整因應 來把損失降到最小